這隻鞋有40mm高的 40mm高 會是比較有型的 因為有這麼多隻拼上去 我叫它puzzle鞋 puzzle鞋的意思就是拼圖 將很多顏色拼上去 好 看一看 它的圈型就是之前 我們一隻鞋款 出過的 驚皮的拼色 都很好賣的 Rainbow Zeus 這個就是這樣拼出來的 你看上去都順眼的 但是驚皮夏天 這邊是比較弱的 除了托斗鞋 除了托斗鞋 是不是 我們有個這樣的立體結 在這個位置 我不做它 我改了整個cutting 我們先看一看 第一隻顏色 第一隻顏色 是混種羊皮 而且換了高大棉 來吧 這邊上 首先外幫 大家給一下意見 拼得漂亮就給它厲害 拼得不漂亮就給它慘慘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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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這個是米白 米白我放在深厚 這個是第一隻顏色 紫色 拼紅色 這個桃紅 粉紅 粉紅桃紅 再配這個米白 轉個36年 大家看看 這個 40mm高的闊腳系列 行不行 這個偏大一個馬 偏大一個馬 即是穿37 減36 明白嗎 寬腳很厚肉的選回正馬 不用選大 胸口款 波子骨大中小都可以 OK 胸口款 波子骨大中小都可以 OK 得了嗎 第一隻顏色說完 第二隻顏色 Tiffany Blue配一隻戒黃 再配米白 好嗎 後肘一樣有防跨棉 這個位置 後肘防跨棉 這個叫做高大棉 跟著水染棉 然後 免款就是混腫羊皮 將它拼折 看看細緻的位置 你看看那些弓 車弓 摺弓 摺弓 看到嗎 看到了嗎 看看摺弓 一點也不合理 你看看有沒有奏襲 這些全是貨鞋 沒有奏襲的 沒有奏襲的 有肉腳正馬 沒錯 有肉腳按腳長 選正馬就可以了 OK 不要選大 選大擔心你摺爭 多謝你 宜萍 澳洲都看過 多謝你 Hello 好了 可以嗎 這是第二隻顏色 第三隻顏色 激一點的 彩藍配橙紅 再配米白 漂亮的 其實拼色是最難的一件事 在於設計角度來說 拼色是最難的 幾款都沒有那麼難 會很sharp 看你如何配襯 如何配襯呢 就投留回明天妹妹教大家配襯 看看妹妹如何配襯 看看妹妹如何配襯 那你就參考一下 再加上你自己的 那個concept來襯 好嗎